朋友们早啊 我是骑着单车从河南去往西藏的老二 帐篷里是跟着老二去西藏的原本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昨天晚上在这个河边睡觉 早音确实有点大 下面流水声 上面跑车声 我在中间跟坐过山车似的 然后我早上又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帐篷是搭在这里的 本来昨天晚上我是想睡在这个水泥管道里的 然后里面确实是漏水漏得太厉害了 没法睡 这里有好几个水泥管道 然后我准备睡在这里了 之后没睡疼 出来了 然后搬到了桥对面 刚刚刚我在这里洗脸的时候 我一抬头吓我一跳 这个桥底下竟然挂了一个牛头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边也挂了一个 这边也挂了一个 这个好像是羊头 看那个桥底下 挂了一排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为什么要挂这个呢 有什么仪式感吗 我也搞不明白 不管了 带着原本赶紧收拾东西窜 按照片 这大草原的牦牛生活也是很惬意啊 是不是牛肝 该吃吃该喝喝也不用管 看这一群小牛犊 什么颜色的都有 很幸福啊 做头牦牛也不错 这是个老鹰还是土鳩 都成骨头了 还把他挂到这个户篮上 看着像个老鹰 土鳩没这么想 台湾还有500米就到松多村了 松多村应该有卖吃的 水也喝完了 买点水 买点不济 然后继续蹒跚 这个东西有意思啊 这个是扫地的吗 一圈一圈又扫吧 能转吗 试一下 真能转 这怎么扫地的 还带挡呢 还带挡呢 下冰雹了 这风太大了 还下着冰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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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下午的六点半了 还找着冰毛呢 还下着冰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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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半 我和原本到家了 发现了一个山洞 还行 这个山洞是可以住人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里边是有点潮湿的 不过问题不大 这边是干的 这里还有一个牛角 半个牛头巴 还行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露营了 老规矩 先蒸米饭 你看一下这山里的大蚊子 这吸一下不得吸死了 冲地 你走吧 我这里不欢迎你啊 切菜呢 今天没有买到葱 买了点蒜苗 菜已经切好了 蒜苗炒土豆 简单又省事 米饭马上就好了 蒜苗找里头 土豆 把这个沾上了 把菜剥到米饭里 然后原本买的鸡腿煮一下 就不让他吃这个菜了 直接吃鸡腿 一个大鸡腿 两个大鸡腿 三个大鸡腿 四个大鸡腿 煮完 一次煮完 不费事 吃不完明天还可以喂他 盖上锅盖 我们原本今天走了 20公里 尝尝上锅肉 还有15公里就到米拉山山顶了 到了米拉山山顶 然后后面就是下坡 下坡好像有七八十公里下坡吧 你等会啊你的饭在这里呢 你要不先吃点米饭好吧 鸡腿 先吃点米饭吧 海拔一高 然后这个气炉 火都响了 米饭有点没蒸熟 要正常情况下 这个这个食肠的话米饭已经熟了 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这个高原为什么经常放屁呢 走一天路放一天我都感觉 然后晚上也放一夜 躺在那个睡这里 一会儿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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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 是挺暖和的 就是那个味儿租不去 然后把头伸在外面吧太冷了 现在里面吧 那味道有点儿冲 有点儿受不了 有点儿受不了 我也不知道在这个高原 为什么这屁这么多 自己慢慢自己闻我 有时候感觉还挺暖和的 我都说得着 对 我都说得着 每个人都说 那里有点儿 那里有点儿 这鸡是 这鸡是 那里有点儿 我都说不得了 那里有点儿 我都说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